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部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 这个神话故事一真一假 有虚有实 唐僧的三个徒弟是假的 但是唐僧却有其人 唐全藏取经 这在历史上却有其事 玉皇大帝的天宫是虚拟的 但是花果山水帘洞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与之相似的地方 小说里提到过的很多地名 故事在现实中都是有据可考的 您比如说水帘洞 流沙河 火焰山等等 不光在现实中能够找到这些地方 就连名字和小说里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拿这花果山来说吧 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 在东盛神州有一国名曰 奥来国 国进大海海中 有一座名山换为花果山 无巧不巧 在江苏连云港的云台山 就有一座花果山 东陵黄海 西街中原 这山上也有一个水帘洞 据说啊 这个水帘洞呢 早在小说西游记成书之前呢 就已经是闻名下尔了 套用实际的网络用语 那是古代有名的网红打卡地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 出生在江苏淮安 距离连云港一百多千年 这个吴老先生 是不是也到过这个水帘洞打过卡 是不是受到这里 奇山逆水的启发 才有了神来之笔 把孙悟空安家落户在水帘洞了呢 连云港 位于江苏省东北部 距离江苏省会南京 约三百千米 连云港 古称海州 自古 就是我国的滨海重镇 海边的人们 传承着靠海吃海的生活方式 每当夕阳西下 朝长之时 千百只渔船浩浩浩荡荡地驶入港口 渔民们 便迎来了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连云港 连云港 紧靠黄海 这与西游记中 奥莱国 东圣神州 国境大海的地理位置 十分相似 而在连云港境内 刚好有一条北东南西走向的山脉 云台山 那么 云台山上 是否能够看到小说中 花果山上相似的奇幻场景呢 有人告诉记者 云台山 其实主要是由几座不连续的山峰组成 其中 潜云台山 才是当地人所说的花果山 据说到了那里 能看到许多罕见的自然景观 西游记里边描述的很多自然景点 在我们连云港的花果山上 都能找到它的原形 在山上行进了不久 只见山间的断崖上 一条高约十米的瀑布飞泻而下 在瀑布背后 还有一个黑区区的洞穴 向导告诉我们 这里就是传说中 孙悟空居住过的水帘洞 那么在这个水帘洞的里面 是否能看见小说中的伏地洞天呢 一进洞口 顿时感觉到一股凉意袭来 洞里面并不宽敞 却十分独意袭 顺着山洞继续行进 不久 记者发现了一个洞厅 里面摆放着石椅和石凳 洞壁上还有一些不知年代 但形似石猴的雕刻 那么这个洞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顾炳伟 江苏海洋大学土木与港海工程学院教授 多年在江苏地区从事地质考察工作 来到云台山 顾教授首先对水帘洞进行了考察 在洞中 专家发现水帘洞的洞壁上 有着明显的刻痕 我们看这个洞壁上 这个洞壁上有很多人能够开上的痕迹 然而在进一步观察后 顾教授发现 水帘洞所在的山体上 布满了多条深长的裂隙 这说明 这里也曾经历了强烈的地质运动 他说水帘洞的形成 很可能与这些裂隙的存在 有着必然的联系 而洞中的那些刻痕 很可能是古人为了拓宽洞穴而开凿的 顾教授建议 进一步对云台山展开更大范围的考察 一个多小时后 顾教授经过对这一代岩石的考察 得出来冲步结论 我们整个画国山的岩石的话 基本上都是属于变质眼 就是像我们这种比较厚块的 那么这种的话 我们称之为变利眼 专家告诉我们 云台山的岩石 属于一种叫变利眼的变质眼 这种岩石主要由长石和石英构成 颗粒致密 硬度较高 在查阅资料后 专家进一步推断 云台山 位于我国中央造山带秦岭大别造山带 和我国东部最大的断裂带 潭炉断裂带的交界地带 因此地质运动非常活跃 在多次构造运动中 云台山上形成了不同方向的大量裂隙 所谓的水帘洞 其实就是山体在两条人字形裂隙的切割下 形成的一个狭长洞窟 后来曾有古人在天然洞穴基础上开凿加框 再加上洞口飞泻的瀑布 使人们产生了宛如仙境的美好感受 这么一看 连云港的云台山和小说中描写的花果山 很相似 但是又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小说中是这么说的 那花果山是市镇汪洋 朝永银山渔入穴 威宁摇海 波帆雪浪 甚连渊 意思是说啊 这花果山呢 位于大海之中 海潮汹涌下的雨躲避进洞穴里 气势非凡的花果山 如同浪花上的仙境一样 那依照这样的描写 这花果山似乎是一座大海中的岛屿 至少是一座三面黄海的岛屿 可是我们注意到这连云港的云台山周围呢 都是陆地 是吴承安先生一具现实中的花果山加以想象演绎 还是说这连云港的云台山曾经就是一座海中的岛屿 后来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发生了变迁呢 再查阅了大量史料 并结合古今地图对比研究后 我们发现 原来历史上那一座海上仙山 苍无山 就是今天江苏省的最高峰云台山 专家告诉我们 云台山下 是一片平均海拔不足四米的平原 如果云台山曾被海水环绕 那么山下的平原在以前 很可能处于海底 那里或许会留下一些海洋环境的印记 于是我们决定 对云台山下平原地带的地理环境进行考察 记者首先来到了距离云台山 约二十千米的灌云县小伊人 顾教授决定 对这一带农田里的土壤进行考察 刚挖了一米不到 我们就发现土壤有不一样的变化 不是很明显 很明显 很明显 镜头里很明显 明显是两种颜色 再挖出的泡面半明一下 土层开始由棕红色变为青灰色 专家说 这很可能是两种性质迥异的泥土 你看这个我们挖出来的底部的这种 青灰的这种土的话 是地比较细 很粘稠 很细腻 像这个丝绢一样 而表层的这个土的话 相比而言的话 就是说比较粗一点 这个土的话 就是说它表面 就是有颗粒状的感觉 顾丙伟随即 对上下两层的泥土进行了取样 顾教授告诉我们 也许通过研究这两种土壤 我们能对云台山周围 过去所处的环境有所发现 通过测量 顾教授计算出了这种土的含颜量 顾教授告诉我们 耕作土壤的含颜量 普遍在0.1%到0.2% 而在云台山不足一米深的地下 土层的含颜量竟然高达2.8% 这在陆地上是坦见的 这种青灰色土 在整个连云港地区的分布范围和规模 是什么情况呢 经过在更大的范围进行考察 记者不仅发现相似的含颜土层 而且还有了新的收获 像这种的话就是说 它还没有完全实化 就是和这个玉泥继承一体的话 就说明这个时代比较新 这个玉泥的话可能也就 最近的几百年吧 顾教授分析说 贝类是典型的海洋生物 这些青灰色软土中 夹杂着这些物质 说明它们都是在海洋环境中 沉积形成的 再加上土壤中高达2.8%的含颜量 这些证据都说明 眼前的平原曾经浸泡在海水之中 云台山曾经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海上孤山 靠查至此 有关云台山的种种谜团逐渐破解了 我们不禁感慨于大自然 那悄无声息沧海桑田的变化 它让山河改观 河流改道 海上仙山已经不再 缥缈难寻 曾经的惊涛骇浪 如今的一马平川 要说连云岗的云台山和小说西游记当中的花果山 有人会觉得不一样 不一样那就对了 西游记是魔幻题 浪漫主义 说到魔幻浪漫不得不佩服吴承恩老先生 西游记里有一个故事 我要给大家说一说 故事讲的是乌鸡国的国王被妖怪推下水井当中 没想到这个水井啊 别有冬天 有一个大龙宫 还有一个井龙王 这井龙王用定岩珠啊 把国王给定住了 袁帅请看 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 一年前落入井中 是我用定岩珠将他定住 所以才不曾毁坏 你们看 这是乌鸡国国王 你看他容颜未改 对了 龙王说 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 什么定岩珠 乌鸡国水井中的龙宫 是坐着虚构的 但是在我国辽宁新城的绝华岛上 就这么一口水井 当地人说 这口井呢 深不见底 不仅有龙宫 而且呢水井还和大海相通 连大龙宫名字都和西游记一模一样 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口井据说呢 已有千年历史 可至今呢井水取之不尽 从不枯竭 这水井底下 有什么奥秘呢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玻璃盖 记者发现井内异常优深 难以看清井底的情况 它真的如当地百姓所传和大海相通吗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的陈建平教授 首先对谷井内的水进行了取样 经过化验 陈教授告诉记者 海水因为地域差异 溶于水中的盐类物质的浓度不同 其中 氯离子浓度大致在19000ppm左右 而八角井中的水含有氯离子只有2500ppm 含量远远达不到海水的标准 因此专家初步推断 虽然八角井距离海岸线仅有30来米 但水井和大海并未连通 水源并非来自大海 对于岛上其他水井的枯竭 老乡这样揭示 老乡介绍说 以前岛上的其他古井也都是水量充足 但是自从十几年前 山上开始大面积种植树木以后 水井就开始逐渐枯竭 这样的说法让记者疑惑不已 按理说 退耕还林 可以更好地保护岛上的淡水资源不流失 为什么效果适得其反呢 说到地下水 我想有的人比较了解 有的人都不太清楚 大家看 我手中拿的这瓶奶昔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卖相不是特别好 很多人都喝过奶昔 我们今天特地做了一款三层的奶昔饮料 因为地下水根据埋藏的深度不同 分为上层质水浅水和沉压水三大类 这杯奶昔最上层的酸奶就像是上层质水 第二层这是香蕉 就是浅水 最下面一层 这个牛油果就是沉压水 除非您要用吸管喝 我们最先喝完的一定是最上层的酸奶 也就是上层质水 我们在岛上发现的那些枯井的水源 应该就是来自这一层 因为这一层水的含量不稳定 一旦岛上的植被过多 土壤加耗就可以将这些上层的质水吸收 也就像这层酸奶一样 它被最先喝掉 所以我推测 既然八角井千百年来没有干涸枯井 它的水源很可能就是来自下面这两层 什么呢 就是浅水和沉压水 究竟是不是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为了彻底弄清八角井的水源之谜 记者调来抽水设备和下井工具 准备抽干井水 下到井底进行探寻 在下降的过程中 记者们发现 井壁不停地向外渗水流入井内 另外 八角井内不够造也十分奇特 距离井口两三米处 都是由整齐的石条搭建而成 越往深处 井壁四周的岩石形状越不规整 井内的空间也慢慢变大 直至到达井底 空间豁然开朗 水井内部的整体形态 宛如西游记里观音菩萨的 镜瓶一般 陈建平老师介绍说 八角井西侧的出水口呈面状渗水 出水量比较大 而这个方向恰恰是山体的方向 这显示井水很可能来自山体 十几分钟后 记者们发现 刚刚被抽干的井底 竟然已有了半米深的积水 为了避免在井下遭遇危险 记者在绘制基本的井下地质图后 迅速撤回到地面 随后 记者对八角井西侧的山体岩石 又进行了考察 绝华岛上的岩石 主要由花岗岩构成 这些花岗岩的基岩裂系非常多 连通性非常好 大气降水通过裂系的渗漏 在地下汇聚 成为深层地下水 绝华岛上水井众多 为什么只有八角井的水源 来自深层地下水呢 专家研究了这一带的地质资料后 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在亿万年前 中国东部发生了一次 强烈的地质运动 形成了弹炉断裂带 塔南起湖北武学长江北岸 经过安徽卢江 山东潭城 继续向北延伸 跨越渤海 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境内 正是由于这条深大的断裂 绝华岛才与大陆逐渐分开 形成了现在的地理格局 专家初步推断 绝华岛在早期的地质运动中 很可能受到较为强烈的地质力作用 岛上花岗岩为主的基岩层 在地质挤压下 不仅出现了一条大的断裂带 还在这条断裂的四周 产生了众多细小裂缝 地表降水不断通过这些裂系 汇聚到地下主断裂之中 八角井之所以千百年来 能够保持着满意风盈的水量 这是因为它恰巧地处 这条地下水汇聚的断裂带上 因此可以源源不断得到水源不及 看来啊 大龙宫古寺中的八角井和大海之间啊 没有通道 因为水井中的水量大从未断流 而且距离大海只有三十多米 所以古人浮想联翩 说古井和大海相连 甚至和西游记产生关联 我猜测啊 这吴承恩老先生或许没有到过八角井 但是一定见过类似的古井 所以写出了井龙王井顶龙宫 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 取经路上降妖除怪的故事 很多故事背后呢 也隐藏着在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的情况下 古人对一些荒诞怪异的自然现象的推测和想象 其中啊 有很多看似荒诞不惊的情节呢 今天呢 有的得到了验证 有的幻想成真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无论是文学作品 还是现实生活当中 都应该尽情释放我们的想象力 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今天我们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游历了花果山水连洞 一起探究了千年古井 后面的节目啊 我们将继续带着想象力和你一起解读 山水奥妙探寻自然谜题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周末版 聊天说明